奇妙造物主 它领我在可安西的水边 它是我的灵魂苏醒 诗篇23篇2到3节 密西根州贝林郡里 有一个占地150英亩的公园 名叫爱西公园 幸运的是 我们与它比临而居 我们可以随时从后门出去 沿着蜿蜒的小路 穿过繁茂的山毛举与枫树林 开阔的田野 沼泽地 然后再顺着一条 湍湍的小溪 来到静谧的水潭边 从3月中旬到6月 是林中的花举行盛大阅兵的时节 森林中褐色的大地 被突然迸发出的绿意 包裹着秘密实实 当我们停下脚步仔细欣赏时 会发现这巨大的绿坛 是由许多种依次开花的春季短生植物组成的 在漫长的雪季过后 上帝赐予我们的特别祝福之一 就是能够沿着那条林间小路 去欢迎早春第一批绽放的花 环境科学与科技通讯期刊中 所刊载的一篇新闻 证实了在绿意盎然的山间小路上散步 还有另外一个祝福 杂志内容亦认同今日存心节中 大为家喻户晓之师的启迪 乔巴顿在环境与社会跨领域中心服务 同时亦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生物科学系 绿色运动计划的首席研究员 已经证实了在大自然中运动的益处 在过去的十年中 他与许多同事共同努力 其研究成果证明进行户外运动 要比在屋里使用跑步机 或骑飞轮自行车好得多 报告指出 每天只需在户外锻炼五分钟 心理健康状态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呢 他发现在大自然中进行的所有运动 都是有益的 但若能选择在绿意盎然的水边 则更具积极作用 巴顿的结论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证明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精巧复杂的生态系统中 他出自于爱我们 关心我们的上帝之手 并且上帝早已经将那些 与他建立亲密关系的所需之物 告诉了我们 主啊 我恳请你 今天与我在你的花园中同行 带我到可安息的水边 使我的灵魂复苏 让我在默想与祈祷中 与你更加亲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